欢迎 欢迎 来 二位中间有请 你看 等到最后最重要的角色来了 来 二位中间我们往前一步 好热血啊 梁老师 好像又有热血 又有奋斗 又有青年的那种爱国的情怀 还有爱情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艳势番新青年其实跟北京有特别密切的关系 艳势番的故事发源于京城 那么新青年跟北京的关系更密切了 因为我们这是北京饭店 离着两公里老沙滩 也就是北京大学的旧址 就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那么新青年跟五四运动有直接相关 所以艳势番新青年都跟北京相关 所以必须在北京卫视播吗 杨谦席怎么样 我觉得你在戏里和平时完全不一样 派若两人 这次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阿易他吸引我的地方最开始 其实就是他那股为了国家奋斗那种热血的精神 就特别吸引我 然后我觉得在当时那个时代 他有那种新青年的那种冲劲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折扇 对 现在这个时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称之为新青年的代表 哇这个问题好难啊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不管你是在哪个领域 但是你都通过自己的专业或者自己的能力 然后为社会或者为国家做出自己 就是不管多少的贡献 我觉得都算新青年 有贡献的人才有资格成新青年 是吧 OK 再过九天天徙就要18岁了 是吧 11月28号 对 11月28号 射手座 成年之后更是有担当的新青年 对吧 我们首先代表我们北京卫视要祝你 预祝你生日快乐 我知道到时候你的这个粉丝肯定会给你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的生日的活动 对吧 你有什么样的生日愿望 先透露一个 生日愿望 其实就希望在生日会当天 然后跟朋友 然后家人 还有粉丝朋友们一起 就是把生日愿望许出来吧 就是和家人在一起 所以他的意思要到11月28号当天才能 对吧 谢谢大家